一名采访十八大的美国记者在中宣部组织的参观活动中被中国官方媒体当作了采访的对象并被逼迫走上舞台穿上京剧戏服并成为了十八大新闻中心报道的重点对象 这位记者在博客上披露当时被迫走上舞台穿上戏服的过程对自己被逼为中共十八大装门面表达无奈和愤慨 中共十八大召开前中宣部安排境外媒体记者参观北京以及周边地区的文化 并在中共喉舌媒体上高调报道说境外媒体记者近距离感受中国发展变化等 并把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朱立叶·麦克林身穿京剧戏服的画面作为亮点 麦克林撰文披露了自己是如何成为中共宣传材料的经过 麦克林说在十八大召开前的周末 为了防止来自世界各地的几百名外国记者自己挖掘新闻 中宣部安排他们去北京周边和河北省参观 但是他没有料到自己竟成了中共媒体的采访对象 麦克林披露说在各个采访地点 中央电视台 中心社 国际广播电台的中国同行们追着外国记者采访 他很快发现自己成了他们新闻报道的主角 外国记者躲啊躲 但就是甩不开 麦克林介绍 在河北霸州的李少春大剧院 记者们先被安排观看了所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合唱 然后去看京剧 部分记者被邀请上台表演 他拒绝三次还是被推上台 他说 我知道一旦上台 中国记者们将得到他们最需要的镜头和照片 记者们起哄非要我上去 我明白了 这会儿即使我冲出门也会被他们拖回来 我被穿上金具戏装 中国记者们很兴奋 一片闪光灯 他们得到了想要的宣传材料 北京注册会计师杜延林说 中共为自己一波宣传向来不择手段 我觉得这种滑稳的事情在中国是非常司空见惯的 因为他们为了某一个宣传或者面子上需要可以做出很多违反常理 或者违反人性的事情 我觉得比较惊讶的是对一个外国人他们也采取这种方式 就是为了他们达到他们宣传的那种目的 可以不择手段 可以不计任何的后果 麦克林对中国记者的意图心知肚明 他说 对于中国同行来说 拍到一个美国记者穿着金具服装下基层 是给十八大最好的献力 他还披露说 当央视的话筒伸到我面前时 我下意识摇头晃脑 试图躲开镜头 故意扣齿不清 就差扣鼻屎了 为的就是让这个镜头没法用 当又一波中国记者袭来问麦克林 十八大他最关注哪些问题 这次他没客气地回答 西藏 腐败 薄熙来 温家宝家属的财产 中国记者都快哭了 杜元林说 官方喉舌这样做的目的是 利用外国人为中共统治粉饰太平 我们知道好多这个预用的文人或者说官方经常说我们一些民族人士是斜阳自重 这个词我觉得用在他们身上也挺恰当 因为他们觉得对外宣传的时候宣传中国如果仅仅是中国人说他们觉得没有说服力 他们必须找一个外国人 包括也经常断章曲地引用一些外国人的说法 对中国的现实进行粉饰太平 非性涂脂抹粉 第二天麦克林的英国朋友给他发了刊登着他穿戏服照片的新闻链接 说他成了18大的官方白人面孔 麦克林无奈地说 我成了宣传工具的一部分 求死了 有网友说 十几年没有看新闻联播了 还在做这样的掩耳盗铃的所谓新闻 很搞笑 一位香港居民说 新闻里一片盛世和谐 万国来潮的景象 可惜经不起推敲啊